那天陪男朋友参加同学聚会 不好意思啊 路上有点事耽搁了 来迟了 那可得罚酒啊 他喝不了那么多的 我替他喝 绒饼 那个你忘了 你胃不太好 就是 女朋友还在呢 怎么能替其他女朋友喝呢 这次就算了 来来坐坐坐 其实我一直知道 在男朋友心里 有一个暗恋了很多年的白月光 在她的手机里 事无巨细藏着她的喜好 小小喜欢扎着麻味 小小说 打了游戏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小小说 收到理由才最开心 而这些 都是我未曾拥有过的 你怎么不识啊 我不能 我没她吃过穿菜 不过也可以尝试一下 可我不敢与她争辩生 看到她真挚 而又热烈地爱过她 我明白 只要我一闹 就什么都没有了 也许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努力变成她喜欢的女人 谁会不喜欢漂亮小裙子呢 今天换风格了 还挺漂亮的 男孩子打游戏超过两小时 就是沉迷 你喊了明哥过来 对啊 来陪你打打游戏 放松一下嘛 我去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这样通宵也没问题 女孩子过节 当然是收礼物的那个 你给我买礼物了 对啊 今天十四号嘛 每个月的十四号 都是情人节啊 我的男孩 当然也得有礼物啊 有你在就是我最好的礼物 被以为只要我足够好 她也能慢慢爱上你 只可惜现在她回来 也许一切都不一样 我这次回来呢 是因为下个月 准备要结婚了 欢迎大家到时候 一起来参加 我和小桥 婚期也定在下个月 看来大家分子前 得出双倍了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 如是重负 只要她不爱她 也许我真的会疑 容炳 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我们也回去呗 再等等 我们送你回去吧 太晚了 你一个人也不安全 不太方便吧 没事我 好像是不方便 你先打车回去吧 我送送她 都是老同学 你别介意 可惜我忘了 爱 从不是付出 穿小裙子 当然要扎麻味了 这样更好看 小小喜欢扎着麻味 这就不打了 两个小时了 再打就是沉迷了 小小说 打了游戏 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瞧 你有没有结晶力 好一点洗面奶啊 我最近熬夜 皮肤好差 总觉得洗不干净 那 专门给你准备的 那你挑挑礼物吧 价格跟上次 还有这次 加下差不多就行 不用 女孩子才是应该 收到礼物的那一个 你挑一挑吧 小小说 收到礼物才最开心 爱 是一物想一物 我们 分手吧 原来 她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站在那里 她就赢了